只有一厘米的微型魔方 咱们看一下 这是一个真实的魔方 可以测量一下它的尺寸 看到没有 就是一公分一厘米 好 我们看一下正常的魔方 这个是标准的魔方 可以拧得动 非常的顺滑 咱们再看一下这个 这个也是一个微型魔方 不对 应该是迷你魔方 它只有三厘米 还有这个传说中的一阶魔方 当然了 这个是拧不动的 它却是一个实性的方块 好 咱们看到这个 微型的魔方 虽然它体质是比较小 但是这是一个真真实实的魔方 可以拧得动 看到没有 好 现在我们把它打乱 完全打乱之后 咱们尝试一下把它复原 那么咱们先从白色的开始吧 先把白色的这层还原 由于体积比较小 所以不是很顺手 因为掉下去 拿不住 现在第二层 然后就是第三层 因为这个魔方太小了 所以玩起来跟咱们标准的魔方 是有一定的差距的 如果不是很熟练的情况下 经常会拧到某一步 就会忘记下一步了 没有标准魔方的那种机忧记忆 好 OK 终于把它复原了 这个魔方的确是非常的秀真了 就那么一点点